我看到他了 小孩 不是你没完啦 他们谁呀 他们是说好不分节目的 是我找他们帮咱俩复合的 咱俩都快分开一年了 你先再找我复合啊 不是咱们你在一起再试试吗 当初咱俩刚分手的时候 我变着发找你和好 你一直拒绝我 现在你想明白了 我就得和你和好 凭什么呀 男人等一下 就算你不想跟他和好 也要把原因说清楚吧 对吧 你们分手的原因还记得吗 我和他说回家见我父母 结果他就给我拉黑了 因为我们当时谈恋爱才两年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对方 我就觉得见父母 有点越界了吧 两年还不够了解 那你是觉得 你现在够了解我了吗 可是我们复合之后 有的是时间去了解啊 那这样跟之前 有什么区别呢 你说你为什么说 跟他在一起 没有那么了解啊 他之前就是 什么都管着我 我穿漂亮心肝小裙的时候 他也不让我穿 我晚上跟贵蜜去 蹦迪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 我就是觉得玩挺不开心的吧 你穿衣服少 我不能管你 你家别的男人微信 我不能吃醋 你还拿我当你男朋友吗 不是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 我们就是单纯的开心 在一起 不挺好的吗 是谈恋爱 以后的事什么都不想 你这样让我觉得 我对咱俩未来的规划 都是在自娱自乐 你换个事耽误吧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很快就能想通 来不及了 时机错过了 就是真的错过了 我订婚了 我们才分手一年 你就订婚了 一年不短了 遇见合适的人 要珍惜才是 你就真的 一点也不怀念以前吗 你还记得咱俩之前玩 重返帝国吗 记得 以前咱俩联盟 都是你派兵当 要耳出去乱转 再把敌方队伍吸引过来 让我的将领 放技能吃战功 所以我的将领升级特快 我也从来不缺战功和资源 那你还记得 一开始的时候 你经常随便放 技能量了就按 那么好的机会 你还经常空大 要么就只能给对面刮杀 敌人打完 我部队就紧接着追击你 谁一上来就会玩啊 不 我只想说 我经常了许久的局面 有的机会 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不会再有了 这个游戏我真的很喜欢 不需要再拼脸 真的能把一切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你没有好好把握 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游戏能再来一局 但是我们不能 发来